第九课,算术运算符与字符串运算符 前面咱们讲了变量 当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通过AS语句 制约这个变量中可以存放什么类型的数值 然后呢,通过等号往这个变量里面呢,放入数值 总规上来讲,咱们前面讲过的这些东西 是关系到等号前面的东西 而咱们还没有细说过关于等号后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从这节课开始呢,咱们关注于等号的后面 等号的后面确切地说你可以放表达式 那么什么是表达式,你就可以理解成 由数据与运算符号进行链接而组成的式子 比如咱们这节课所说的算术表达式 什么是算术表达式,就是由一些数值通过算术运算符进行链接组成的算术式子 那么算术运算符号呢? 咱们给一一一的列了出来 有求指数,有乘号,辅点除法,整数除法,求余数,加法和减法 咱们先试验一下 比如A后面咱们可以由数值加上算术运算符 比如加号从而组成的式子 那么这样写,它将计算机先进行等号后面这个算术表达式的算术运算 把得出的结果作为返回值存储到前面的变量A中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 等于11加12等于23 首先呢,咱们先说第一个符号 求指数 比如 2 然后呢 3 什么含义 我可能说指数有些就是说 人可能就说不太熟 但是如果说几次方 你就可以理解 这样写就是2的三次方 也就是2乘以2再乘以2 然后得8 咱们可以看一下 看 2的四次方 16 2的五次方 32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指数运算 然后呢 乘法 比如 2乘以5 等于10 这个好理解 浮点除法 什么是浮点除法 咱们专达 咱们专达 咱们专一个例子 比如 5除以2 就是说 需要注意 浮点除法 与整数除法 这个斜杠的方向不一样 什么是浮点除法 就是计算 这个除法式子 然后保留 小数点后面的小数 你就可以这样理解 5除以2 等于 2.5 前面这个变量呢 是整形变量 咱们把它改一下 看 保留小数位数 5除以3 咱们可以看一下 保留小数位数 这称之为浮点除法 什么是整数除法 你就可以理解为 只保存整数部分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 5除以3 应该等于1点多 但是呢 它的结果 确实1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整数除法 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就如我给大家 就是举一个 就是就拿这个当例子吧 当中间是整数 除法运算幅的时候 如果前后是小数的话 它先对其进行四舍五入 然后再计算前后的 整除的结果 比如 5.0 5.2吧 整除3 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先把5.2 四舍五入 也就是 变成了5 然后再整除3 然后得出的 整除数 也就是1 但是如果前面变成了5.5 那么5.5四舍五入的话 它就相当于6 那么6 整除3 那么伤 应该是2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 看 这就是整数出法 你在使用这个符号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如果前后 就是说有小数位数的时候呢 它会先对其进行四舍五入 转变成整数 然后再进行整除运算 整数 整数除法与伏点数除法 除了这个区别之外呢 另一个就是伏点数除法 可以就是说保存小数后 就是小数点后面的小数部分 大家呢 就是试验一下 就很能清晰的明白 它们两个符号的区别 第一个是保留小数的出法 第二个呢 是整除 在整除前呢 这个符号前后的数 需要进行四舍五入 然后下一个 求余数 7 除余3 那么呢 伤2 余数为1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 看 8 除于3 伤2 于2 看 那么呢 8 与3相出的伤应该是多少呢 就说整除的伤应该是 2 也是2 但是如果是伏点数除法呢 就说准确的值应该是2.666 然后一直往后走 这是这三个符号的区别 虽然它们都与除法相关 下面两个 加号与减号 这位就好说了 加号 减号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符号呢 可以放在一起 就是说连续的使用 就是自由使用 比如 8 减去3 乘以3 就是说 这样也是可以的 当然 8 就是伏点除3 然后再乘以3 或者是减去3 也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运算符号 混合使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它的优先级 以前咱们学数学 就是先乘除 后加减 那么在这里 它们的优先级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给大家就是画一张图 指数 也就是这个符号 它的优先级最高 就是说在最上层 紧接着下面是 乘号与辅点除号 这两个呢 在它的 就是说优先级的下一个级别 咱们可以实验一下 我想计算2 乘以3 然后呢 得二次方 那么这个式子 应该是怎样计算呢 由于指数的运算 就是说运算级别呢 比乘号要高 所以呢 先计算3的二次方 也就是等于9 然后再计算2乘以9 然后等于18 看 也就是说 指数的运算的级别呢 比乘号与辅点数高 乘号与辅点数 在同一个级别 也就是说 当这变成辅点 就是说出发的时候呢 它先计算2乘以3 得出的 基 然后再 辅点 除以2 然后得出来 等于3 下一个级别 整数除发 与求余数 这是第二个级别 第三个级别 整数除发 与求余数 你如果前面是乘 这呢 是求余数的话 先计算2乘以3 等于6 然后6再除以2 得出7余数 为什么呢 因为乘号的优先级 比MOD要高 紧接着最下层 是加号与减号 这里面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辅点除号 与这个整除号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就说这个式子 你千万要注意 它是整除号 而它是辅点除号 由于辅点除号的运算级别 要比它高 所以先计算2 与这个3与2的伤 然后呢 最后再被前面的这个2 进行就是说整除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先计算它 然后呢 后计算它 这是优先级 然后呢 注意辅点出发 与整数出发的区别 这个刚才咱们说了 有的时候 咱们需要就是说 动态的改变下 它们的优先级别 怎么办呢 你可以通过 欠套的原括号 比如 它的级别不是比它高吗 所以先计算3除以2 咱们可以通过原括号 改变它们之间的运算 这样的话是先计算2与3 进行整除 得出的伤 再去与2进行浮点出发 当然 咱们可以这样写 你为了就是说 让它最后进行运算呢 你可以通过 欠套的原括号 需要注意的是 里面只能 欠套原括号 你不能有中括号 或者是大一号 这个式子是 先计算它 然后后计算它 最后再计算它 这是大家就说 特别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通过 欠套的原括号 来改变 式子中 运算符号的优先级 通过这些 算术运算符号 进行连接 得出的式子 咱们就称之为 算术表达式 等号后面 可以放算术表达式 除了算术表达式外 还可以放 字符串 就是说表达式 什么是字符串表达式呢 就是通过字符串运算符 进行连接的式子 那么字符串运算符呢 不像算术运算符那么多 它呢 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符号 确切的说 它有两个 还有一个加号 不过呢 不赞成大家使用 这个符号的含义 是连接前后两个字符串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 比如 我把ABC这个字符串 与123这个字符串 进行链接 就可以使用字符串链接符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 看 得出一个新的字符串 当然 你可以呢 在式子中呢 就是说 使用变量 算术表达式里面呢 也可以使用变量 就是这样写 也是准许的 就是说在式子中呢 使用变量 看 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它可以连接 前后两个字符串外 加号 也可以实现 但是 有的时候 如果前后的数据类型 不一样的话 比如 前面是一个字符串 而后面是一个整数 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麻烦 看 类型不匹配 那么怎么办呢 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使用正宗的字符传连接符 如果前后都是整数的话 比如 前面是666 后面是123 使用字符串链接符 对它们进行链接的话 会依然 会依然把它们 先转化成字符串 然后进行链接 而不是说计算它们的 就说加法结果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看 得出一个新的字符串 新的字符串的内容 为两个整数 内容的链接 也就是666 123 这就是字符串运算符 就一个连接 通过这个字符串连接符 这个运算符呢 咱们可以就是说 把这种式子 称之为字符串表达式 因为这个式子呢 它返回的值 为一个数据类型 为字符串类型的数值 然后回馈到这个变量A种 这是咱们这节课的内容 算数运算符 与字符串运算符 这些符号链接 分别组成了算数表达式 与字符串表达式 从而可以放到等号的后面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等号前面的数值 这个变量 它所对应的数据类型 最好与后面这个式子 或者是算数运算符 或者是字符串运算符 就是它们所返回的数值的 数值类 这个数据类型 就是说最好匹配 算数运算符呢 它返回的是 就是说可能是实数 也可能是整数 而字符串运算符呢 就是进行连接组成的式子呢 它返回的是字符串 数据类型的数值 这是需要注意的 你不能说 这明明返回一个字符串 你这非要是 就是说一个整形 就是说整形的数据类型 由于就是说 你这样写呢 有的时候它不给你包错 但是呢 你的程序代码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避免不了 由于前后数据类型不匹配 造成就是说隐秘的错误 从而让你的软件 以后不能很好稳定的去执行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前后数据类型 一定要匹配 第九课 算术运算符 与次符串运算符 然后完毕 Over 3 3 3 4 5 5 6 7 1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